根据流程有问询过是不是怕狗呀之类的等等 根据我们流程来 然后刚进门 门刚嘎嘎一下关好 他就说被咱们家的宝贝咬了 在哪个位置被咬了 就在这门口 门口有小狗吗 当时的话就是问询过 他说不怕狗狗 那他就进来了呗 进来以后那我们的狗狗就会很乐情地去欢迎 就围过去了 但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被咬了 咱们这里监控吗 监控有 但是惨就惨在我的监控 因为二月份做了一次换网 所以没有注意让它重新连线 所以我当时的监控是离线状态 然后现在没有办法恢复 这家宠物烘焙馆位于杭州全福桥路 店里提供宠物洗澡服务 出售宠物用品和食品 也提供小猫领养和出售等业务 封店长介绍 当时进店的是一对情侣 男士一进店门就说被狗咬了 被咬的话 它有没有咬出血或者有没有伤痕 有伤口 伤口是有的 在哪个位置 在脚踝位置 就脚后跟 确实有伤口的时候 伤口是确实有伤口 但我现在是发现事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觉得兴致变了 就当时我们出于轮道主义关怀 我们进客 他说受伤了 我们就是有帮他做安抚处理 但是我对那个伤口一些细节 我是觉得经不起推敲的 然后并且当场 他当场拒绝要送去医院 也拒绝我们陪同 对 然后直接坐下就说要求赔偿2万 赔不了就报警 特别快 这个过程三分钟都没有 记得现场联系后 吴先生和女友赶了过来 吴先生的左脚后跟这里有一个伤口 他说9号那天 穿的就是这双低帮的运动鞋 当时陪女友来买猫 有个喜人说 我这里面有只小猫 你进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说进去看一下 然后进去刚走到 刚进门 后面的 我当时就这么穿 因为我回家了嘛 穿鞋就很随 就这么穿 然后穿那双袜子 框子后面结结实实的一口 那天什么狗 就笔熊 白色的笔熊 结结实实的一口 当时就麻了 脚就麻了 然后就回开 当时就这里开始冒血了 然后他们说帮我处理一下 然后坐下来 我说怎么处理 然后带我去打疫苗 我说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家自己养狗 我知道这不是打一个疫苗的问题吗 我就说那打一针 就打一针疫苗吗 然后他说 我说那不是的 我说那你说赔多少钱 他说赔700块钱 你确定 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确认他当时被你们家比熊咬了 我们是出于轮道主义 当时他指了那只狗狗是因为他叫最凶 然后最后还是被我们小助理吼着才停下来 不叫的 那我们对于说是客户的关怀 那我对于人之间的信任 那我总肯定是你进我店 你不管出什么事 我肯定先担责 我不会逃避责任 所以我 我说了 你说一定要问我是否被咬 那我到现在的事情上 这样我已经不确定了 风店长说 那条当时过于热情的笔熊 是客户放在这里洗的 但吴先生指出 那条笔熊就是店员自己养的 目前这条笔熊已经不在店里了 吴先生列出的赔偿清单包括 医药费2536元 务工费11493元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 吴先生介绍自己在酒店上班 每个月工资16000元 除以21.75个工作日 在乘以请假的15天 得出这个数字 此外 护理费2874元 交通费1000元 营养费1000元 精神损失费2000元 合计20903元 你不是像他说的 坐下来就说700多 他开口就是2万 当时就是这样的 他说你 他说了 他说了 他说我报的价格 可能你接受不了 我说那你是说看吗 他说要不就直接报警 我说那你是说看吗 他说2万 我说那你报警吧 并且在这个情况下 他一边报警 我一边还给他处理伤口 我还给他报我的门牌电话号 对我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风店长叙述过程中 吴先生没有插话 一直在点头 不过他认为 自己脚后跟的伤口 就是最关键的证据 这张伤口流血的照片 拍摄时间是3月9号晚上9点35分 也就是事发后一小时左右 此外 他还出示了狂犬病疫苗的接种材料 显示接种时间是3月9号 包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 在内要打5针 目前 风店长愿意承担打疫苗 和免疫球蛋白的费用 但对吴先生提出的其他费用有意义 由于双方差距过大 没有达成一致 下一步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着报道